大家好,我是Stan 偶像运动会 K-pop粉丝们非常爱看 但是也因为常常发生 IDOL受伤,IDOL暧昧等意外 所以也是粉丝们非常希望废除的节目 而在8月1号进行的 2022年偶像运动会拍摄现场 又发生了安全耍大牌确诊等问题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首先是参加室内足球的Kim Ji-won 第二天收到了确诊通知 因此一起参加该节目的其他艺人们 粉丝们,工作人员们也都需要进行检测 然后就是在拍摄之前 MBC电台曾发出公告表示 在长达15个小时的拍摄时间 不可以中途退场也不可以进食 结果在遭到粉丝们的强力抗议之后 才换成了可以中途退场也可以进食 不过虽然变成了可以进食 但因为应当要提供餐饮的MBC 没有提供任何餐饮 所以IDOL们与所属公司 就急忙的为粉丝们准备了餐饮 而因为MBC临时的改变 导致有些公司一开始准备的优点仓促 结果就给那些一心只想抹黑别人的黑粉们 提供了造谣引战的机会 最后就是 MBC让IDOL们穿着赞助商提供的运动鞋 进行了天津比赛 而这运动鞋是 很不适合进跑的鞋底比较厚高的运动鞋 所以在第一轮比赛的时候 就有四位IDOL连续跌倒 而引起了粉丝们的愤怒 拜托废除阿育得吧 我家IDOL也跌倒了18废除吧 谁收到了IDOL们做的饼干 谁只给了蛋包饭 现在在YouTube上打倒闹闹乱成一团 为什么因为MBC IDOL们要被骂呢 不出演阿育得就不能上MBC的音乐节目 所以才会参加的 电台耍大拍艺人能怎么样呢 我是李塞拉平粉丝 因为是海埔旗下 所以不能出演其他MBC节目的时候 有点伤心 但是没有参加阿育得真的很幸福 因为能让IDOL们展现与平常不一样的魅力 所以阿育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节目 但是也因为电台的操作实在很烂 所以 阿育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你我他 共认的超红IDOL会有两个特征 第一种是像Playpink一样 从出道第一首歌就爆红 之后发表的歌曲也连续走红 第二种是 刚出道的时候没有说那么那么有反应 但是从某一首歌开始的连续三首歌都爆红 而登上了超红IDOL的行列 所以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出道后 因三连续爆红的歌曲而登顶的IDOL们 《ブラウナイドGirls》 《BRAWNiDGirls》 《BRAWNiDGirls》 《AOA》 dxid Beast Infinite 2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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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U BANGTAN SONYEONDAL 《EXO》 《 여자친구》 TWICE APINK 소녀시대 BIGBANG WINDOGGERS 所以大家最认可的三连去爆红 而登顶的IDOL是哪一团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i'll be you i'll be you i'm i'll be you i need for extra